今天起傲慢心不敬佛法僧,你伤害到了谁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出家人当然会有一些水平上的问题,有一次,我听了很难过,有居士来,到我的前面,他在某某地方,我们不讲,师傅,我可以讲内心的话吗? 我说,可以,你讲。 他说,我到某某的地方,某某的时间,看到某一些少数的出家人的行为举止,我这个头实在摆不下去,实在磕不下去。 我说,我能理解。 我说,我现在要打开你这个关节。 他说,师傅,我要不要讲哪个道场。 我说,不需要。 你的心境,心情,我可以理解。 不过,我有几个重要的观念要传达给你。 第一,任何一个团体,都有比较高超,优等的,也有一些是平平的。 有的出家人是真为了生死,发大菩提心。 但是,有的实在是可能种种的因缘,或者是挫折,在不是真正了解出家的前提之下出家了。 所以,他的行为举止,这个习气就控制不住了。 这第一点,要原谅,要宽恕。 第二点,只要没有成佛的,一切的法师和护法居士,都一定多多少少会有缺点。 第三点,如果你实在磕头磕不下去,你有几个办法。 一,远离,二,要不然你就观想,凝理他身上那一件袈裟,那一件袈裟叫做福田衣。 最后一点,求你宽大,宽宏,了解。 不看僧面看佛面。 佛教不是不能检讨,要按照佛制的戒律,出家人要懂得如何做僧结模,要懂得出罪,颤罪。 检讨必须依佛制,依佛制就是僧了,僧是僧了,僧家的事情,僧家自己内部自己了结,不可以僧家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,一直传达给在家居士,这样会坏了一切众生的信心。 这是真正的法师,应当教导一切众生。 礼敬佛,礼敬法,礼敬僧,赞叹佛,赞叹法,赞叹僧,也要同时赞叹护法居士大德,这是真正的弘扬正法的人。 那么,在一个团体里面,难免程度良有不齐,没有办法的事情,少数的人会发生一些状况,这个是一定会的。 诸位,我们法师说法,一定要这样子讲,赞叹三宝,不要把少数的居士捧在手掌心,教导居士目中无人,却把尊贵的三宝彻底地否定和摧毁。 诸位,请问,你是真的出家人吗? 身披袈裟,为何坏佛的正法? 为什么要这样子? 护法居士的团体,我们要赞叹,但是,我们心中不能没有三宝。 在家居士也好,出家法师也好,心中没有三宝,伤害得最深的是谁? 是你自己。 这一段你要自己注意听,三宝有两种。 一,叫做李三宝。 二,叫做事项的三宝。 李三宝叫做李姓三宝。 一,自觉圣志就是佛。 二,法法本空即物法。 三,巨大慈悲心,和和无证,巨大慈悲心就是僧。 这是在礼上来讲的话,在世相上的三宝来讲的话, 二千五百年前,释迦牟尼佛实现的,那就是佛。 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是法,受据足界的就是僧,当然包括比丘尼。 你今天起傲慢心,不敬佛,不敬法,不敬僧,你伤害到谁? 你自己的清净心,因为有李三宝,有事项三宝,我看不起出家人。 你失去了和和无证的心性,你不惧大慈悲心。 再来,你今天毁谤出家人,你的自觉甚至没有了一个真正的大局势, 怎么会谤佛,谤法,谤僧,怎么会生大我慢呢? 因为你本身心性也是三宝嘛。 所以,瞧不起三宝的人,就坏了自己的法身慧命,坏了你的自觉圣智, 坏了你自己的法性本空,坏了你自己和和无证据大慈悲心的心性。 所以,放佛,放法,放僧,其实是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, 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懂。 再来,有的居士懂得一些佛法,不亲近三宝,书写下来, 从头骂出家人骂到尾,我们讲,眼睛长在头顶上,看不清楚。 底下讲的这个,你要注意听。 你今天的佛法从哪里来? 从释迦牟尼佛来,没有释迦牟尼佛,哪里有祖师? 好,从释迦牟尼佛来,释迦牟尼佛献什么乡?献僧像。 佛法在印度是范文,没有这些祖师用生命去西域取经, 用生命翻译成汉文的经典,你范文看得懂吗? 看不懂。 诸位。 范文翻译成中文,这中间死了多少高僧大德? 死在半路上,为了求法,为了易经。 这些都是僧人哪,冒着生命的危险哪。 一个佛弟子,水有源,树有本,要有根,一个三宝弟子, 竟然不懂得理尽佛,法,僧。 这个英文叫做Incredible,叫做实在是不可思议,让人百思获解。 再来,你今天你说你要念佛,去往生极乐世界去, 你知道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献什么? 叫做法藏比丘,法藏比丘献什么乡? 献僧像。 在座诸位,你想想看,今天你听经文法,从佛陀来,献僧像。 今天你看到佛经,从祖师大德来,献僧像。 你今天往生极乐世界要靠阿弥陀佛,也献僧像。 为什么看不起出家人? 这个我就想不通。 为什么? 那就是没有人开始,越修就越偏。 所以,为了正法,讲几句内心的话。